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死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张绍一伙人在洗手间门口殴打李伟才 曾一上前两巴掌就把这家伙抽的是七荤八素 手指一伸又把其他的几个人吓得连连倒退 而这个时候站在旁边包间里 透过门缝瞧热闹的邱大军 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就听他说道 这群蠢猪 一帮货真价实的大少爷 去收拾一个小小的野狼中 非但没有占了便宜 还被人家一个人就吓得集体成了卵脚蟹 甚至连这里是吉祥饭店这样的怂包话都讲了出来 这副德行就连邱大军都觉得看不下去了 太他娘的给京城大少丢脸了 这以后真是没法再跟这帮蠢猪一块混了 旁边有人说道 邱少 这事还得您出面呢 邱大军的脸上阴晴不定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最后说道 看看再说吧 那人似乎有些不肯甘心 这姓曾的也太猖狂了 今天真让他这么威风了 那以后这京城地界上 还不是得游着他平堂啊 也有人附和 是啊 必须得灭他的威风 我可不想以后见了姓曾的就躲着走 不管其他人怎么攒夺 邱大军始终不为所谓 只是说 再看看 再看看 这时候洗手间门口 曾义已经把一群人逼到了角落里 愣是没一个人敢站出来 他们齐齐往后缩着 这个时候 谁出来就肯定得被打成一连血呀 大伙宁愿当一回狗熊 也没有人傻到会出来逞英雄 大家只盼着吉祥饭店的老板齐少赶紧到场 要不然这姓曾的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呀 曾义从鼻孔里冷冷哼了一声 不懈地扫了一眼 然后放下手 反身一弯腰就把那个张绍从地上捞了起来 像死猪一样拖到了李伟才跟前 他刚才怎么打的你 你就给我打回去 李伟才哪有这个胆量啊 曾一让他打 他也不敢下手 曾经打 王副院长也傻了 心说 就点到为止吧 曾义你这不是疯了吗 难道还让李伟才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回去呀 这跟街头小混混打架有什么区别呀 他上前低声说道 曾义啊 你冷静一下 这事情应该能 没等他把话说完 曾义又狠狠地喝道 给我打 李伟才是真不敢动手 曾义敢动手 那是曾义有动手的资本 李伟才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哪敢在京城地界上惹事啊 真要是敢动了手 以后怕是就麻烦不断啊 就见陶陶一撸袖子 我打 他上前就给了对方一个响亮至极的耳光 又骂他 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 敢占你姑奶奶的便宜 话音未落 反手又是一个巴掌 只打的那张哨是眼冒金星 噼里啪啦 七八个耳光甩过去 被逼在洗手间角落里的几个人 竟然没有一个敢出来 与其说是他们不敢 不如说是他们已经懵了 王副院长更是胆战心惊啊 这桃子没甩出一个耳光去 他的心里就是猛的跳一下 就差没从嗓子眼跳出来呀 我这个老天爷呀 这是要做什么呀 邱大军 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旁的几个人 发现这几个也是呆若目击 大家怕是谁都没有想到 曾义会这么横吧 邱大军吐死胡悲的说了一句 张哨完了 其他几个人心里也是这个念头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张哨像死猪一般的 让一个女的来回甩着耳光 这事要传出去 他指定是不能再出来混了 甭说是连面了 裤衩都没留下一丝一毫啊 大伙也不由得暗自庆幸 刚才张哨主动提议出去挑事 好给邱大军出气 幸亏自己没跟着一起出去啊 不然现在也要倒大霉了 就算没挨上耳光 叫人吓得躲在洗手间角落里 不敢出来 眼睁睁看着张哨在那挨打 这本身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啊 这时候有人再次喘夺道 邱少啊 你得出去帮帮张哨啊 邱大军却摇着头 沉着脸说道 再看看 还不到时候 这几个都有些疑惑 平时邱大军可不是这个性子呀 今天怎么转了性啊 要知道张哨出去挑事找茬 那也是在帮邱大军出去呢 现在张哨挨了打 邱大军却躲起来不管不顾 这事传出去 邱大军可就威风扫地了 说清了是邱大军见死不救 说中了那就是邱大军也怕了增益 所以躲起来不敢出去 真要是这样 以后谁还跟着邱大军混呢 邱大军看着门外 始终沉着个脸 让大伙谁也猜不透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 饭店老板齐少终于现身了 住手都住手 跟他一起出现的 还有姗姗来迟的一众保安 保安们也喝道 谁也别动 他们摆出一副 要接管现场的架势 就听啪的一声 又是一声响亮的耳光 陶陶有些不甘心的收了手 一边甩着发麻的胳膊 一边还骂他 狗东西 这奇少的脸色微变 他已经喊了住手 那张少照样还是又挨了一巴掌 他感觉这一耳光不像是打在张少的脸上 反倒像是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有人惊喜的喊了一声 奇少 就要从洗手间角落里走出来 千盼万盼 终于是盼到了救星来了呀 刚迈一步 曾毅的手指又指了过来 冷声喝道 是你动的手 啊 那人吓了一跳 立刻又跳回了洗手间角落 站在人堆里 冲奇少喊道 奇少 这是你的地盘 你得说句话呀 这个奇少也跟邱大军一样 觉得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就你们这同胞呀 也敢出来闹事 真是丢人 都丢到姥姥家了 奇少当下就看着曾毅说道 曾毅 我跟你没仇吧 曾毅放下手 没有 既然你我没仇 那你在我的饭店里 把我的客人打成这样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曾毅缓缓地把双手往背后一背 淡然地问道 奇少 你跟他们是一起的吧 这奇少的脸当下就沉了下去 曾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曾毅就说 我的人被打了 是你奇少没有看到呢 还是看不到 只要进了吉祥饭店 就都是我的贵宾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听到这话 曾毅就往旁边站了一步 我相信奇少会公平处置的 怕就怕有人不给你奇少面子 这奇少的牙关便咬紧了一下 他哪能不明白曾毅的意思呀 这不是说你奇少摆不平眼前的这件事 而是说 如果你奇少处置不公平的话 那么第一个不给你面子的 就是我曾毅了 奇少对身后的保安吩咐了一句 先把张少扶起来 然后站在那儿想着 今天的事该怎么解决 这姓张的被打成这样 奇少显然没有想到 如果仅仅是增益的人被打 奇少还有办法解决 可眼下不好办呢 这张少吃了亏 岂肯善罢甘休啊 这张少被淘淘 噼里啪啦一顿耳光 已经是彻底打梦了 被保安扶起来 还半天回不过事来 就觉得天旋地转 曾毅冷冷的看着这一切 他不是故意要给奇少男看 吉祥饭店是什么地方啊 真是发生什么冲突 那保安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能赶到 以防势态扩大 而今天李伟才被打 吉祥饭店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 值班经理到现在也没见个人影 这事情很简单 不是这姓齐的故意想看着自己吃瘪 就是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既然你姓齐的不怀好意 那我曾毅也就没有必要给你什么脸 王副院长站在一旁直搓手啊 这大少爷们打架他还是头一次见的 谁会想到能是这种场面呢 噼里啪啦的耳光那是打爽了 可这事情要怎么收场呢 这真真是要要老命的事啊 奇少站在那儿 看了看张少的惨样 又看了看李伟才 这样吧 双方都有人受了伤 我们就先送伤者去医院 今晚双方所有的消费 以及后续的医疗费 都由我来承担 请大家看在我齐某人的面子上 今天这事就反过去 双方互不追究 你们看如何 那张少第一个就叫了起来 不行 老子未灭了他不可 陶陶立刻接了一句 我看你这狗东西打没挨够 他做事还要打 被王副院长死死的蜡烛 这奇少面色又沉了下去 心说这姓张的你可真不上道啊 都给打成这样了 你还要灭谁去 曾毅不灭你 你就烧高香吧 他转过身 准备先做曾毅的工作 曾少 你看呢 曾毅也不说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而是指着李伟才说的 我给奇少介绍一下 这位是南江省白阳市 小乌山新区管委会的主任 李伟才 小乌山是什么地方 殴打国家干部 又是什么行为 相信奇少 不会不知道 奇少一听是直到倒霉啊 他没想到被张少殴打的 竟然是小乌山管委会的负责人 小乌山是什么地方 这奇少自然是知道的 那是三大疗养基地所在 里面住着很多影响力 非同小可的老同志 李伟才身为小乌山的实际负责人 自然是有很多机会 能见到这些老同志 这要是李伟才告起状来 那可着实够人头疼 毕竟 殴打国家干部 性质十分严重 影响极坏 李伟才抓住这一点 到哪儿都有理 当然 奇少也明白 曾义这么介绍的意思 他直接道明李伟才的身份 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现场所有人 如果今后李伟才遭到了报复 那就是跟你们这些人脱不了的关系 我曾义势必会追究到底 再一个 如果你奇少不能保证李伟才不遭报复 那就别在这冲什么合适脑 免得今后大家面上不好看 这奇少站在那儿 再没有刚来时的自信 今天这个事还真是不好摆平 曾义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那意思就是 我的人不能白白挨打 大不了就把这事情闹大 我曾义有这个能耐 王副院长心里着急呀 心说这都是什么主啊 各推让一步不好吗 非得要闹大呀 难道闹得不死不休 对你们就有好处吗 和这帮大少爷闹翻了脸 对曾义确实没什么好处 天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上一半子呀 不过今天却未必 刚才那个张绍提出要把滔滔留下的时候 曾义就清楚是怎么回事 今天这事跟邱大军绝对脱不开关系 看到李伟才被打 曾义原本就忍不住了 一听张绍来了这么一句 曾义当即就决定打 不但要狠狠地打 还要往大了去打 打到邱大军不得不出面 那是最好的结果 就算邱大军不出面 曾义的目的也照样是达到了 道理很简单 眼下京城的局势波轨云厥 连宅老都闭门俱客 曾义原本是想低调来低调走的 谁知道偏偏又碰上了这种事 不管今天的事是不是邱大军挑起来的 可这姓齐的姗姗来迟 明显是想把事情闹大 一些有心的人怕是早就打着 要趁这个事件来探探水深水浅的主意了 如果邱大军今天不出面 那邱老闭门俱客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邱大军今天出了面 曾义跟邱大军一番混战 不管最后谁输谁赢 都只会让京城的这水更浑 叫人更看不清眼前的局面 要知道邱大军的背后是邱家 而曾义的背后也不弱 那是宅家 这两家要是起了冲突 怕也是很多人所乐意看到的 更会让很多人觉得有机可衬 不过这个时候曾义也很纳闷 这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怎么邱大军还不露面啊 如此耐得住性子 这根本也不是邱大军的风格呀 难道这小子也看破了眼前的这个局 挑起事情以后就选择隔岸关火 让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唱戏 真要是如此的话 倒省了很多麻烦 让曾义都不得不高看邱大军一眼 齐少拿不定主意 眼前可就陷入了僵局 那张少倒是想让齐少出面收拾曾义 可又怕放出狠话来再遭暴打 也就没再吭声 而曾义呢 则是很淡然的站在那里 等着齐少拿出个解决方案 似乎是一点也不着急 这事情拖得越久 增益的目的就越能得到贯彻 他自然是不急 而此时的西山别墅 张杰雄正起身告辞 邱建廷站起来送到屋门口 回去带我转达对宅老的问候 张杰雄点头 然后又敬了个礼 就转身出了门 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出门上车以后 张杰雄便掏出电话拨给曾义 他觉得有必要把今晚的情况 告诉曾义一声 让曾义自己判断 好有个心理准备 电话拨通 张杰雄就问 回东江了吗 曾义说道 打算明天回 你出来 我们见一面 张杰雄直接就吩咐道 他这么说 曾义肯定会明白 是有事情要讲 不料 曾义在电话里说道 我现在走不开 张杰雄有些奇怪 自己说的话 不管曾义现在有什么事 肯定都会推开的 在这一点上 曾义还是很有数的 他要是走不开 那恐怕就只有一个情况了 那就是真的走不开 张杰雄就问道 你在哪里 曾义电话里回应道 吉祥饭店 遇到几个老朋友 非要留我 张杰雄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邱大军 曾义不置可否 而是说道 我跟老朋友 训完交情 就联系你 说完 曾义便挂断了电话 张杰雄收好电话 略加思索 就对司机吩咐的 掉头 再去谢斩 邱建廷 看着张杰雄离开 便转身回到屋里 坐在了谢老跟前 谢老啊 如果张杰雄 所说不假的话 那曾义 应该是 能用七寸针的 谢老 点了点头 肯定了邱建廷的说法 邱建廷心里就有了底 便往沙发里依靠 眉头不由一锁 只是 让谁去请曾义何事呢 不知道谢老 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 邱建廷为这事很犯愁 邱大军跟曾义 那是不死不休的架势 曾义就算是能来 肯不肯尽力 还两说呢 你不知道 曾义有多宽广的胸怀呀 谢老 在轮椅里思考良久 一字一句 慢慢的说道 李 昭 雄 邱建廷没有听清楚 凑过去 请谢老再讲了一遍 他听清楚了 当时眼前一亮 对呀 自己怎么没有想到李昭雄呢 这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曾义跟宅家关系非同一般 可跟乔老的关系也不浅呢 如果自己上门去说这件事 李昭雄绝对不会推辞 他也肯定愿意当这个中间人 邱建廷便打定了主意 好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李昭雄说这件事 他琢磨着 要怎么向李昭雄开口 正想着呢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 邱建廷抬头去看 发现是张杰雄又回来了 当下觉得奇怪 杰雄 你还有事 就听张杰雄说道 有一件事 我觉得首长应该知道 是跟曾义有关的 邱建廷的身子 立刻离开了沙发靠背 你讲 张杰雄看着邱建廷 刚才 看谢老对曾义很感兴趣 所以离开之后 我就联系了曾义 如果方便的话 由曾义亲自讲述 最为合适 谁知道曾义眼下正好就在京城 说是在吉乡饭店 遇到了几个老朋友 被留下来 要续续交情 邱建廷觉得奇怪 曾义跟朋友续交情 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张杰雄讲完这事 又打了个敬礼 转身就走 邱建廷觉得莫名其妙 张杰雄这是吃错了什么药了吗 为何行为举止如此奇怪 看着张杰雄走向大门 邱建廷突然想起一件事 心里不由暗叫一声 不好 他就赶紧起身 去追张杰雄 邱建廷想起来了 当年常鸿营 常老病危 按照军总院专家的说法 如果曾义能够及时赶到的话 或许常老能抢救回来 可曾义那个时候 却被一位所谓的老朋友 留在了派出所里续交情 等大家找到曾义的时候 常老已经撒手而去 邱建廷还亲自参加过 常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呢 在谢老的门口 邱建廷追上了张杰雄 张杰雄笔直地站在车旁 回身看着邱建廷 首长 还有什么吩咐吗 邱建廷想了半天 发现说什么都不合适 最后开诚不公道 杰雄 谢谢你了 张杰雄故作糊涂 我不明白首长的意思 他再向邱建廷打了个敬礼 如果首长没有别的吩咐 我就先回去了 邱建廷也没有再讲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还了一礼 便看着张杰雄乘车离去 张杰雄刚离开 邱建廷一招手 他的坐驾就到了眼前 邱建廷抬脚上车 沉声吩咐道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吉祥饭店 司机得到命令 就狠狠地踩下油门 车子猛地发出轰隆之声 向前窜射出去 轮胎发出很尖锐的摩擦之声 等出了西山别墅大门 司机拉起警笛 速度更快 风驰电车般的 朝吉祥饭店而去 长篇小说 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